只要這麼多了,100 我有100Mbps的SD卡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這邊有SKIN 所謂SKIN其實是 它其實是它的外體而已 但是這邊可以定義它的Resolution 就是說 假設我是WBGM 或者是HBGM、QBGM 這些東西都有Resolution 然後你也可以定自定的Resolution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HardWavePromator 這邊是它的LCD的那個 Sensor提到密度 然後還有 這邊你可以其實可以定義很多 到底是不是要Support Audio Prayback 要不要Catch 你去想要不要Support Camera 就是模擬機器 模擬器裡面要不要Support這些東西 這是它的TOMETED 那我先不用新的 我先用我自有的 我現在 我現在就跑這一支 那跑這一支的時候呢 其實 因為你搬跑的話 這個模擬器真的蠻大一個的 其實你可以把它做一些縮小 假如我今天把它變成是 好 我說我要判 3.7吋好的 3.7吋實體的大小 它Display就是它是3.7吋實體的大小 好 那這是你模擬器的 等級的積極度 那算起來 它會把你做成是0.72倍 那我們就去跑這樣一個虛擬機器 好 那就是這麼小 當然實體跑起來 正常模擬器的0.72倍大小 但是這個東西的話 在你電腦螢幕上看起來 就差不多是用手機3.7吋的大小 實體大小 這麼大 我們先等它跑一下 需要一點時間 OK 好 現在這樣就已經開好了 好 這是我們開好的軒移機器 那可能它上面會已經水泄了 那我們可以直接點剛剛Demo-1的層次 然後去調它 然後它就會自動安裝到手機上去跑 好 那你看就會有我們剛剛的那個 背要出來就是一個文字一個法輪 然後這邊你會看到說這邊為什麼會秀POSE 剛剛不是看到POSE 其實是因為剛剛裡面用到一個小小組符號ID什麼的 它會把它當作一個ID 可是實際上我們沒有那個ID 所以它會秀一個錯的叫POSE 那基本上跑起來就會像這樣一回事 那你如果說這時候呢 你可能會需要去做一些Debugging的動作呢 那你會把 就是可以把它切到一個叫PGMS的MORE 那基本上 那你就會看到你的IMULATOR在這邊 那你拿到你的東西 你會看到你的一個PADGE 那你如果說去按好幾條線 你其實可以看到你現在上面有哪幾個SERREAD在跑 所以你今天如果跑到一個SERREAD的環境 你可以在這邊去看那個SERREAD到底有沒有在跑 然後還有就是說 還有所謂的這種HIP的Tracking 你可以做一些Elocation Check 類似 就是 像是Object 我剛剛講Object的那個 Object的產生消失 那個其實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因為它跟Object Creation有關 所以你也可以透過Object Checker 去看一下這段時間你到底有多少的Object生成 那生成太多的話你可能造成G7的次數越來越多 Google的JAM 其實它後來在Pro有加了JIT 可是JIT並不是 百分之百可以把你的程式加速 它是可以把你的程式加速 但是你程式的平均其實 其實不是在Java Loop Code的那個Promotors本身 它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就是在Object Collection 其實有時候Object Collection 你可能你會發現你有時候 好一直Object Collection的時間會 甚至會高達到100到200ms 那100ms 其實不用到100ms 大概80ms 你的User就可能會 感覺很明顯的一個擾動 有可能我在滑一個list 就趕快抖一下 因為對User來講 大概80到100ms 它就有很感 所以GC 其實是對一個Android的程式 其實是很傷的 所以Always你就是要很注意到你的 你的Object Location 盡量避免 就是說 CREATE太多Object 真的 必須要CREATE很多的Object 盡量的就是說 讚你 整個程式會比較不忙 User比較不會注意到的時候 再一次把它放掉 讓它去出發繼續 這樣才會 對你的應用程式才會比 User還會覺得比較順 基本上的話 可以某一個東西給大家看 我剛剛提到的一點就是說 你的UI的話 你可以照原本 Android的那個方式去做開發 那你也可以是用那個 用Air 那還有一種方式就是 可以用HTML的方式 那比如說 比如說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用 JQuery MOBA做的一支程式 那它是一個分布 那 不要說用HTML做 就沒有辦法 抓到我手機裡面的東西 其實我這個是 這是一個Hybrid的程式啦 就是 它有 Android Native Code 有 UI的部分 是用JQuery去寫的 所以 你會看到這上面的聯絡人 實際上是真的 我手機上面的聯絡人 可是 你看到這個UI的List View 確實是 確實是不責不扣的 HTML加JavaScript 其實這也是在 CREATE上面的一個方向 有興趣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去看 然後 剛剛講到還有一點 我先 算 這個就 這個就到這邊 這是我剛剛講過的 Efficacy Resource 其實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Layout Drogue Stream 它還可以 Define Color Stream 這些東西 那 剛剛講過的就是說 我在跑的時候 我要先CREATE一個 Android Virtual Device 然後 要 再去 跑起來之後 再去 跑我的 我可以用DDMS 去看我的LOG 你會看到 一個LOG 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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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HIP 的 狀況 當然 你如果知道 有一個Tour 叫做MAT 可以上一個 做MaryMass的Tour 叫MAT DDMS 上面有一個按鈕 可以直接 對你的 對 application 做Mary的檔盤 你可以用 MAT 去分析 Mary的使用狀況 其實Zone Zone 其實很常用的 其實是針對MaryLeak 因為我剛剛講過說 你最多可能只有 16-20Mbps 的Rain 可以用 那你 這種東西 並不是那麼難 Hit到那個 上限 所以 當你要去 這個東西的時候 像這個東西就會很容易用 然後 還有一個東西叫 Hierarchy Viewer 我現在 可能 我就這樣子 大家可以自己回去 觀看 Hierarchy Viewer 其實在Android上 是一個很強大的東西 就是說 你今天開發一個程式 你要看到你的View Hierarchy 就是 我現在View 是一個Tree 那 我剛剛講 這對Protomers 並不是很好的一種做 所以他們就有了View Hierarchy Hierarchy Viewer 因為 你的View Tree 假設是越深 或是越廣 但你會發現 你的UiProtomers 是越差 因為 這隻 這隻大數實在太大了 他在做運算的時候 他一定 做得更複雜 那 Hierarchy Viewer 就是 他可以把你的 你現在的利用程式 直接幫你畫一個Tree 圖形畫的Tree 那你可以去看 你的Tree裡面 是不是太深 太廣 然後哪些東西 可以做好天蠻 可以用別的Layout裙袋 你可以要做這個效果 可以用別的Layout裙袋 可以讓他的Tree 的深度廣度 或是我要做MurgeLayout 這個東西其實 在Android的網站 你可能可以找到一些 可以用來做MurgeLayout裙袋